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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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千禧年代 我是葉冠林 首先要交代今次的節目的安排 今次的千禧年代會到九點半鐘 事關九點半鐘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會直播行政長官答問大會 各位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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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九點半鐘 另外一些靶場消息都要交代 由現在到晚上九點 粉嶺新圍大嶺靶場和青山靶場有射擊練習 夜間練習時區附近掛紅旗指示 夜間練習時區附近掛紅燈指示 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 以免發生危險 今早談談樓市 大家最近留意樓市相當刺熱 看到差在物業管價處有最新的數字 4月份見到私樓的樓價 再按月升了2.1% 升了13個月 累計升了兩成左右 另外租金指數也連升了5個月 另外說到賣地方面 昨天見到啟德商業用地246億 港元金額又做了一個新的地王 似乎政府一直有辣椒 但樓價一直繼續升 什麼一回事呢 大約6月份都是梁振英政府 施政最後一個月 這屆特區政府施政重中之重 搞成怎樣呢 傾一傾傾自小 有兩位嘉賓 有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 早 早 另外還請來土地監察主席李永達 早 見到還不斷升 見到政府有出招 是否表示整個招都不行 施永青一向都有意見 又再來又升 招完全沒有作用 但它是集中在調控供應上 即是阻礙人日市 希望調控的需求上 不是調控供應 希望製造日市的人難度 需求少了 希望樓價往下調 但樓市是一個很複雜的市場 影響樓市的因素很多 只有一招就不容易取得成績 我記得孫明洋 那時候舊市也有孫九招 你要九招連出才產生一定效應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件事上 只靠減少需求是不足夠的 它有招惑增加供應 不過數字不是做得到 現在被人看到比較用得重的 就是加印花稅、選銀行貸款 令買家製造困難 其他有做 但傳媒都沒有說 它不是在那邊施加了很多力度 一有事就加了 或者柬岸等 我自己覺得這一招 如果已經證明不太有效 你那種藥吃了一輪都不好 醫生就說 你今晚回去多吃兩顆 以後多吃兩顆就好 你的藥都不適合 你應該是調教藥方 所以我自己覺得政府需要多方面 供應方面、法律方面、租務、臨時的安置 或者舊區重建、城市規劃 全方位出招 可能才能扭轉一般人對後市的期望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每個人都打算升 每個人都會加碼 但你說調教藥方 繼續留下辣椒 再加其他方 因為你好像想拿起 我剛才也說 這不是完全沒有效 當其他藥方起作用的時候 辣椒某些地方是扭曲了市場 例如降低了二手市場的供應 其實對樓市造成更加刺激 不能買 沒有熱煮肯的時候賣 所以我不是為了等樓市飆 而是要切辣椒 當其他的藥已經起作用了 適當地可以切消部分辣椒 其實我想問一下問題 為何現在人們這麼有信心 你看到現在是搶著去買的一手盤 不是有不有信心 是看市場反應的 我很老實 我兩年多前 我已經說影響樓市因素 越來越多負面 我就親自將自己的物業簡遲 報紙也有刊登 我是希望樓市跌 但你說來說去都不靈 那你是不是要面對現實 拿著真金白銀的人去投票 都投我反對票 你說看跌 你自己去賣 我們每個人都看好 那你是不是要尊重現實 現實是正在升 我唯有今年年初 我都要承認我看錯了 我唯有接受現在樓價正在升 我能夠說的就是樓價現在不算很公平 不算很合理 不是健康的 因為與購買力脫節 因為受到投資的因素 扭曲了 令樓價和用家的購買力脫節 這個對社會不好 因為樓除了拿來投資 還要讓人用 變成用不到 所以應該是政府有責任去調較 但是政府說樓市快要爆煲 我又未看到 因為現在香港沒有起突 起得不夠多 如果你說很多空置 當然會爆煲 另外香港又沒有借突 政府又有3%的壓力測試 這段時間又二手沒有買賣 換樓的人都很少 換了樓便借一筆薪錢 有得住有得供沒有得換 供下供下供下供掉了 現在六成多人不用供樓 美國加息 與我無關也沒有借錢 那怎樣爆煲呢 所以現在是價格有不合理的地方 與用家脫節 就不是那麼輕易爆煲 我自己看 如果不是出現什麼大的政治危機 或者全球性經濟的大變化 香港樓市如果是用現有的方式去調較的話 可能還會升一段時間 李永大 你怎樣看蕭英青的分析 或者你自己怎樣看 我想第一件事 當然是供應在這五年 其實增加得不夠 當然公平地說 梁振英年代這五年的樓宇產量 相對比曾蔭權年代是多一點 不過多的百分比很低 可能曾蔭權年代一年是二萬到三萬 現在公營加上私營都是三萬 三萬多 你多幾千個單位一年 就不足以將需求 即所謂供應的問題解決 因為這在這麼多年 累積需求的情況下 我相信有一段時間 這個所謂不足夠供應的情況 還會出現 就算現在你說 長耀福克策略說 我們十年有四十七萬個單位 其實我們沒有一年做到四萬七那麼多 沒有試過一年 就算再過三、四年 都沒有這個數字 我又不可以說他說這個數字 不過他又有一個好的期望 不過我自己做的研究 一般他們的期望和實際的落成量 有一個落差 這也是政府做事 或者政務官做事的做法 可能都是七、八成到八、九成 也很厲害 另一件事 我覺得現在做需求管理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會想 我也有兩次說 第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為什麼私人樓宇 尤其是私人發展商 樓價升得這麼厲害 其實二手樓買賣大幅下降 以往十年前 我們每年十多萬個 住宅物業交易交易 大概90%是二手樓宇 現在多然去年或今年這幾個月 我猜是今年的整體樓宇交易 可能只有四、五萬或五、六萬 少了一半以上 少了哪裏 絕大少了二手樓 二手樓的買賣也少了那麼多 坦白說 如果你二手樓宇要少的話 那些人便會去購買新樓 為什麼要購買新樓 因為稅很容易計 你現在的銀行給二手樓的按揭 可能會給七成 有時會給六成 如果經濟不要給五成 你現在加價的舊樓單位 都要四、五百萬 四百萬已經很少了 五百萬 那你叫人怎麼儲二百萬做首期 新樓不同 發展商做二案 他就說明 我幫你做到九成 那就是一個五百萬的單位 你五十萬上都要購買 好了 其實政府不是沒有政策過 他有一個叫按揭証公司 不過很多人是不知道這件事 甚至有時我問區員 都不知道這件事 以往的年代 是做到九成可以跟你做二案 不過你就要付少少 英文叫做Premium 保險金 沒有所謂幾萬元 但現在這個按揭証公司 我不知道甚麼事 就是很少宣傳 第一 第二 其實我覺得他不太積極 我不知道他跟銀行 我又不是搶生意 為什麼他做得不積極 他不可以自己做 不是… 要叫銀行做了跟他買 我知道 阿詩 因為我們政府有一個API 你港台也有 我整年看過所有電視電台 政府宣傳片 沒有宣傳片說 如果你想買二手樓或買樓 你想做二案 你可以找按揭証公司 我幫你跟銀行談 他沒有做過這件事 然後更差 然後把二案降到八成 甚至七成 那些一般市民 哪大拿拿不到二百萬 他不是想去光顧新樓 他被迫去排隊 什麼支戀那些 你怎樣都要排隊 大哥 他可能十個百分比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我要說的是 我們時期就說自由市場 我覺得就… 到這個階段要想 就是我們有些事情 是不是要做一些 相對可能是… 我認為比較嚴厲的做法 其實現在 對買樓的人 很多印花稅很嚴厲 但現在我們對 本地以外 即境外人買賣樓宇 除了折扣外 是沒有什麼其他的限制 有些國家已經有限制到什麼 澳洲只可以讓人買 那些叫做多層大廈的樓宇 不准你買獨立屋 甚至有時候有更多限制 好了 政府時說自由市場 我們不能限制這件事 而政府一答過立法會 就說 現在在外面 其實主要是內地 來香港買樓的百分比 佔成交是10至15% 但坦白說10至15% 這班朋友 他們是高樓價 其他原因 因為他們可能 是可以不問價錢買樓 這亦令到地坦商 在出價單時 很勇猛 所以我覺得 有些事情要考慮 是否要做到這一步 要連這些都限制 不如逐樣說 我想說回一手樓按揭的事 現在有些媒體 都發現了 留意計算數 如果一般來說 例如一個最新的樓盤 一般來說 銀行做一案做五成 另外發展商有七成一案 還有一種免壓力測試的一案 做到八成 真的很鼓勵人去那裡 蕭韻青 你同不同意 這是吸引人去一手盤的原因 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剛才李永達也說 如果銀行做六百萬以上 就借六成 很少 要給四成 財務公司也有提供議案 但現在如果財務公司提供議案 要去銀行批 如果銀行不批 即是你偷偷地做 你偷偷地做甚麼都可以 但不是每個人喜歡偷偷地做 再批的機會很少 所以對於買家來說 日市很困難 這種困難即使用家 也是很困難 如果你是買第二間銀行 借得更少 那麼政府就太過急於要取得成效 即本來你的成效 應該反映在真正需要樓的人 可以買到樓 你是幫這批人 那你的政策才有用 他現在連這批人 日市他都怕造成樓價上升 所以他便又連用家都去難他 對於發展商來說 賣不出都是沒有錢收的 我借多少錢給他 他幫我賣了樓 還可以賣貴一點 一旦簽了合約 他便可以日漲 成為那年的熱跡 所以他何樂而不為 與其一點都沒得收 如果我幫他做多一點議案 我就成交了單位 不過如果現在發展商提供的 都不是議案 如果你提供議案 銀行要一起去評估你的供樓能力 你的供樓能力一樣是過不了關的 現在發展商要幫到買家 是要提供… 譬如你想幫他借九成 九成都是發展商出才行 政府為了避免發展商去幫買家 他現在就叫銀行借給發展商的錢 因為錢要降低 要照顧他 但香港的發展商其實有很多錢 不是借很多 你不讓我借 我就自己借 所以那個措施就不太有效 但發展商如果可以不用借 他當然不借 他現在是為了推銷成效 我再加一句 現在政府的政策 有些是殺在良民的 現在政府時說什麼手指 我當時覺得最重要的是 一生人什麼樓都沒有賣過 就是屬於屬於樓穴 沒有擁有樓穴 首次的意思是 10年前買過 好像司司長賣出來 他再買樓是他的首次 但司司長不用幫忙 政府政府的政策 真的完全沒有買樓 屬於屬於屬於樓穴 一生都沒有買樓 沒有擁有樓 如果你按揭政務公司 跟銀行談到協議 是對這些人 一生都沒有買樓的人 是給他九成按揭做到的 現在陳德林好 或者按揭政公司怕什麼 銀行系統要保護 我時分析就是 就算到沙士年代 我們借這麼多錢出來 那個所謂斷供的 原本率率是很低的 中國是很奇怪的 樓以扶資樓成六成 都抱著供 其實供供是跟銀行供 但香港是很偉人的心地 總之跟銀行不斷供供供 供供了十年 然後才回到香港價 如果這樣的形勢 其實陳德林那邊 是過分謹慎的 其實這是殺錯良民 殺錯了什麼 就是殺錯了 完全沒有用的物業 而上不了車 這些人 是政府首要幫助的 反而那些手字 看你手字怎麼定義 有些手字是假的 他已經十多二十年前買樓 現在買了再賣 他都不用幫助 如果你說把這個放風化一點 令到他不只是買新樓 而舊樓買的話 我們舊樓了一百三十萬 其實那個情況就沒有搶得這麼厲害 坦白說 你把所有需求集中在新樓 那些地產商不是做慈善的 你這麼多人 這麼開心 你什麼資料物 專門排幾千人 我當然是價錢做高 我為什麼不做高 純粹說首字定義 我覺得不足夠 因為如果首字定義 因為一輩子未擁有過樓 很多有錢人家裡的子女 剛好年紀 你要改定 我自己一直提議 就是某些樓 譬如是為香港人居住而設 在地界規定 這些樓只准自住不准出租 有些人手字都可以拿來炒 供應怎樣做多些 可以轉頭再次討論 有聽眾也想一起討論 不如我們聽聽聽眾的意見 接著繼續有兩位嘉賓 中原地產的蕭永青 和有土地監察主席李永達 電話旁邊有黃先生 黃先生你好 早晨 主持人和兩位嘉賓 早晨 我不贊成李永達的提示 他說首次來說 以前沒有擁有物業 我覺得政府現在來說 可能已經有 或者買了出去 還沒有擁有物業 當作樓前也是適當的 這方面我個人意見 因為這樣會比較不公平 因為現在真的沒有樓 至於另外一個性的方法 我覺得是政府要考慮的 因為樓是一個民生的東西 所以政府規定地產發展商 只可以說 他們一定要土地價 再加發展價 再加百分之十個利潤 只可以買了樓 不可以貿易保利 限價啦 大樓都在做 其實好像鍾言的黃林昇說 樓價每年升百分之五 至十個健康 其實你買了一個五百萬上場的單位 每年升百分之五 不說是十五萬一年 其實人工有沒有加到二十五萬一年 大家繼續想想 第二方面就是規定了 因為現在來說 政府是將那個引發稅 首先規定百分之十五 或者成的 我覺得當它改為 就是限定了二十個供應 反而來說 地方還沒有限定一個 是未得稅 就是說 當它買出來的時候 真的有賺了百分之十五 的時候 就會變成了供應量增加 另一方面 亦都來說 就是說 將這個非本地居民的 大陸的資金來買樓 增加百分之一百 另外 我覺得這件事 最近某個部份 出名的開始亂 其實市場發展商 那些樓 在買到地方之後 已經團結了一段時間 政府規定一定要 一年或者兩年之後 將層樓來說 一定是要賣出去 第四點 我覺得政府現在 很多人說 不如增加多些公屋的公園 我覺得不是 反過來 應該來說 將屍樓的公園 是增加到百分之二 或者是出比三 多些屍樓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人 為什麼增加多公屋 就是因為屍樓 他們就是賣不到 如果你增加公屋的供應 那些人一定去公屋 但是我忘記 公屋的成本是很高的 當你十年二十年之後 各位收成本公園 政府又不可以加樓價 積租金的話 政府的資產是非常支持 非常大的 好 提了一系列的建議 王先生 多謝你 兩位怎樣回應 我想第一點 關於全部樓 八成變私 這個就是一個很 爭論性的議題 其實我剛剛跟他倒轉 八成公園 我覺得現在的市場應該是分開的 即是私人市場 就像新加坡 有兩成的私人市場 你炒得瘋 我不管你 有八成組屋 總之你本身想著不是炒賣的話 政府就給一個地方去住 當然現在的情況 如果你的供應不增加 用哪個模式都是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最重要是 供應增加 以及將市場的區隔慢慢建立 令到住的 以及做投資炒賣的分開了 蕭恩請 沒說過市場怎樣劃分之前 我就… 半分鐘就可以去新聞了 OK 限價是做不到的 你說規定給發展商 最多賺多少 要他們什麼間前賣 大陸已經在做 他一開盤 那些皇親國戚、高官都拆了 拆了 拆了他 轉手賣出去 又是市價 又無法利用普通人 我自己覺得就是 你限制他的用途 限制他的銷售對象 供應的樓才會落到 首次自治在手上 李子仙 繼續開放 1723 說到香港樓市的情況 大家怎樣看 打來談談 之後會有嘉賓 蕭永青和李永達 我們稍後再談 今早在討論香港樓市的情況 見到物業股價署出來的數 就再創新 在私樓的售價方面 大家怎樣看 繼續打來談 17231 請來了兩位嘉賓 土地監察主席李永達 和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 剛才說了很多辣椒的用 在需求管理之上 供應可以怎樣做 李永達也說過 之前十年見到目標46萬 除開起碼一年46萬 其實一直做不到 土地就這麼多 如果還要搞怎樣搞 其實董建華年代最高峰的時候 譬如2000、01 都是十萬個單位一年 不是沒有的 香港其實不是沒有地 問題是地點規劃 現在在有限的土地下 怎樣可以放些 什麼類型的樓供應出來 解決到現在的市況呢 我自己是根據社會所需的 當然剛才有一位聽眾說 增加私樓供應 長遠我都希望香港 多些人日住私人房屋 因為供應房屋 是定了最基層的用途 大多數住得不是最好的 應該有些人香港可以住好些 越來越多人住好些 這個才好 但是眼前最需要什麼呢 就是用家買不起房屋 只於說改善生活那些 哪樣優先呢 應該是給用家優先 所以我認為政府每年的批地 最好當然拿到多些地出來 當你拿不到那麼多地出來的時候 你批出來的地 就不是急於要被人改善生活 而是急於要被 你很想買房屋等著結婚 或者家中住劏房 想改善環境那些人 那些我認為政府 譬如每年私人土地 起碼拿一半出來 是說要賣給本地的首次住者 這些房屋不准出租的 只准自住 如果你住了有本事更好看 你賣出來都要賣給核資格的首次住者 這樣這些首次樓就變成一個達腳石 只要社會上有一批這些樓 以後就一路永逸了 跟林鄭月娥正剛提到港人首次上車盤 是否差不多概念 差不多 但它放在居屋之上 它是五層的 先是公屋 跟著是六字居 跟著是居屋 跟著是居屋 跟著是港人首次用地 其實六字居居屋 港人首次用地 都是港人首次的房屋 你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沒什麼理由 窮一點 比一間小一點 有錢的還要資助住大間 那時候出過 彭定安事館 出去隔屋 大到有幾千呎 你已經是高收入人士 政府給你補貼 就補貼你住一間三房 我覺得不應該 大家如果拿政府的政策居住 都是居住同一類型 為何你收入高還要居住好些 居屋依然會存在 居屋我其實不喜歡居屋 一個是跟私人樓宇掛勾 私人樓宇隨便亂升 居屋不一樣升 只是打一個折扣 但打完的折扣 其實房委會都賺錢 房委會以前建公屋 全靠居屋買家去補貼它 反過來政府說這些叫資助房屋 我就幫你資助你 其實是居屋業主資助房委會 所以這是虛假的 我就改為首次置業 只要首次房屋多 香港就可以解決問題 好,供應方面 李永大,你怎麼看呢 我想師姐說的事情 我就沒有反對 因為基本上 你都是所謂公營部門 師姐說首次請車盤 他不算公營 其實都是某種程度上 政府有幫助的 因為那些房子一定是… 收少一些地價 他沒有收十足地價 居屋,你說甚麼都好 政府都有幫助 他也是沒有收足地價 這部分我沒有 這部分大一點 就讓人們所謂擁有物業 第一次擁有物業的機會高一點 反而我以前跟林鄭月娥談過 就是關於出售公屋問題 我們現在有七十萬的公屋 七十八萬就快到八十萬 其實大約有一半都是較為新的 有時我回區跟街坊聊天 突然去青衣 有些人以前 十多年前買出售公屋 他說李先生 我現在根本退了也不用你了 因為我公屋的價錢 如果我再出售公屋的話 我賺的價錢是多於NPF 尤其NPF 大家知道打工仔 最多就是幾十萬 其實出售公屋是一個好的政策 為甚麼政府會停了 就是因為房屋處 房屋會覺得管理上很煩 但這個世界 其實我覺得公務員 有時覺得難不做 其實不是很難 你將基層的所謂街坊 擁有物業的機會 重新研點 令他們不單止擁有自己的物業 正如現在很多人 大家知道 香港不是有錢人和窮人的分別 是擁有物業 和沒有擁有物業的分別 因為擁有物業 你住在一個長時間 當資產升值的時候 你會和它升值 你擁有私利和商業出售公屋的話 相對較多中下階層 都擁有一個小的物業 做多些六次居民 是否將賣的歸一層 一動就好管理 這個我不反對 不過問題是 現在已經有些公屋 已經裝出售 已經散開了 這些你不做 我覺得你是… 其實公屋裡的資產 是它的地價 主要是 其實我們政府 我當時和時空階計算 我們居屋已經把 大概有一半的資產 政府一般 政府那裡有四千至五千億資產 公屋可能有近萬億資產 是政府沒有試過把它釋放的 也不是你將它賣給那些基層街坊 你不要說賣了一季 賣四、五十萬 很多人賣 政府就收回那些錢 但問題是政府從來覺得很難做 有些管理問題、維修問題 但我覺得私人樓都是這樣 怎麼這麼難做 OK 詩恩青明想補充 簡單回應一點 我自己覺得有一批人 譬如他的收入 基本上連建築費都給不起 你是沒辦法叫他出去買 所以一定要有公屋 所以你界定哪些 是屬於哪一類型的資助人士 如果他是有能力賣出去 去外面買樓 他便去買那些首次置業的樓 就不用分開 又是陸子居、又是居屋 那麼麻煩 一種款式已經足夠了 聽聽聽聽聽 香港樓市的情況 很多人都很關心 節目室繼續 會有施永青和李永達 在旁邊有陳小姐 早安陳小姐 早安 早安請說 我是想說一下 其實政府是否應該可以 因為上一屆的政府 在地產方面已經嚴重失衡了 所以又不肯持續肯放地 放股的供應 所以搞到香港這屆政府 真的很辛苦 加上金融海事之後 利息又長期低 因為疫情是氾濫 其實政府不是不做事的 做了事 但那些垃圾始終是不能壓低的樓價 再加上近期 中資公司來香港 高價地搶地 令市民覺得 樓價真的不會跌的了 再加上 現在有阿施生的專欄 我經常看 就是父母為了 子女 來人成家立筆 還有沒有名字 都拼命去買 所以搞到這樣 我希望 其實最主要就是 供應是不夠的 我覺得 其實除了市區裡面 已經尋找一些 可以重建 可以建屋 那些歌耳夫球場 私人會所 還有私人發展商 其實是很多土地 其實可以拿 規定了幾一年 就要拿出來建屋 如果不是 就要用當時的市價 來幫它買回 我想會不會好些 另外 香港其實不是沒有地 私人說不是沒有地 香港有1100平方公里 發展了的只有24.2 所以想想怎樣 可以拓新的土地 陳小姐先談到這裏 不好意思 因為還有黃太等 想聽黃太的想法 黃太早晨 早晨 請說黃太 沒有 我建議政府 取消過三年 撤銷買賣那種 額外印花稅 短期轉讓印花稅 為什麼呢 我認為 他一推銷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 不行了 為什麼呢 政府的人 不懂得賭錢 玩翻攤 翻攤 撥一下撥一下 就沒有了 那你這個三年 他問三年之前 即是說三年這個政策 我還多買幾間 我知道沒有效的 你反而那時候入了市 入了很多間 OK 那現在很臭和 這個辣椒沒有效的 你封人三年 你的貨源少了 貨源歸邊 你怎麼會有貨呢 這個要撤銷這個就對了 好,謝謝王太 謝謝 好,兩位簡單回應 兩位聽眾 我想地上 這不是很短時間 即有大幅增長的可能 當時女士建議 收回地產商的地 這個比較極端 除非你是立法例 我想大多數社會 都很少做法 唯一是在填海、棕地 或者鄉村式發展用地 的地方再想多些方法 其實這是一個新的策略 這對林鄭是最大的考驗 做到這些就更多地 那些地 為何地產商不興 很多還是農地 我首先要改變規劃給它興建 如果規劃改了給它興建 它也不興建的話 我也是贊成真的 譬如三年五年你都不搞的話 政府拿來拍賣 把發展權拍賣 拍賣到的錢 不是沒收你 都是給你 你自己選擇不起 如果這樣 我們就可以多些土地供應 說到樓市的問題 今天先談到這裡 多謝兩位嘉賓 分別有土地監察主席 李永達 還有中原地產創辦 蕭永青 多謝兩位 港台電視三十二 直播立法會會議 務求讓所有議會動向 即時送到觀眾眼前 立法會主席 李永浩質詢 政府這樣的戲 各位議員 各位選擇 贊成的請舉手 緊貼議會實況 緊貼港台電視三十二 一直以來 我都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專業主持 但是在專業背後 其實是需要一班專業團隊 默默耕耘 港台電視三十一 追台隊 一絲不久 用心做到最好 有了…已經 是不是玩面質素好很多 追到台了 才可以看到我的專業表現 認真、提德 港台電視三十一 一八七二三一一 千禧年代 回到千禧年代的時間 和大家再交代多次 因為今天千禧年代節目有個安排 九點半鐘 九點半之後 香港電台第一台會直播行政長官答問大會 另外立法會的情況 都可以留意港台電視三十二都會有直播 講完樓市的情況 接下來關心環保的議題 講到吃魚翅 中國人以前都流行 現在慢慢有些風氣出來 他們就說不要吃魚翅 不環保 也沒有胃 營養價值又不是高 為何要這樣吃魚翅 一路有宣傳 但香港的情況 具體是怎樣 都好像多了一些酒家 在婚宴等等 就不賣魚翅 但其實還有些還在做 有個組織 叫做香港護沙會 特別做了一個研究 直播室請來了 就有香港護沙會的項目統籌 有古惠木 是 可以說說整體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那個情況 我也很想如你所言 剛才所說的 就是有酒樓開始不賣魚翅 但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看回23間比較大的酒樓集團 大概說起碼有五間分店的酒樓集團 其實他們全部都在賣魚翅 全部都在賣 沒有一間不賣 唯一有些比較好的 可能只不過在每晚最漂亮的那本菜牌 菜單那裡剔除了魚翅 唯一只有一間 所以其實你說 是不是開始有酒樓呢 我們都很期望是 我們都希望 出完這個研究之後 告訴別人 就開始是 有些酒樓集團 可以淘汰魚翅 但是坦白說 這個未是實際情況 但你說可能酒店是有的 酒店是有些淘汰魚翅 但是大部分酒樓 就繼續賣 看到有些婚宴都很強調 會用燕磨或其他東西來代替魚翅 通常都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說可以讓你選擇 可能婚宴裏面有十個菜單 有十款選擇 其中一款就是沒有魚翅 另外也有些可能做得好一點的 就是每一個菜單 每一個選擇 每一個套餐裏面 都可以讓你選擇要刺 或者不要刺 但我們其實看到這些 都可能還是小熟 的確是 可能出來 就是堅持要還可以拿刺 對 其實甚至是有些情況 我們看到就是 很多套餐 其實都本身預定了一定是刺 你可能要加錢 才能改到不是刺 或者你可能需要 吃第二款餐 就不能吃你原本心儀那款 可能一條魚你很喜歡吃 你就硬要頂上刺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你說是否真的 無廁的選擇是這麼多 其實又不是 始終也可能是有這個選擇 但未是一個主流 特別是中式酒樓裏面 這次你們的調查 就特地找回23個 剛才你說酒樓集團 五間分店以上 對 就剛才說到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賣魚翅 沒錯 除了一間就是 除了一間 它是叫做主菜單 即是大家去吃晚飯 晚上去點 逐行小菜 那種的 它就真的剔除了魚翅 那什麼時候才會有 你叫套餐的話 它也會繼續有魚翅給你 即是一圍圍 一圍圍菜的話 譬如可能吃團年飯 可能生日飯 老人家吃生日飯 都繼續有魚翅給你選擇 那是這樣的情況 這一間就做得比較好 如果23間裏面 說一些泛藍一點的魚翅 那些又會怎樣 有沒有程度之分 其實真的有程度之分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比較 就是我們覺得 酒樓集團都有不同 有些做得好些 有些做得差些 我們就看了23間裏面 就發現 有些真的特別喜歡賣魚翅 特別做得差 而我們不是特地去找 那些什麼魚翅酒家 我們只是找回普通大家 平日可能會去喝茶的酒家 那就發現有兩間 一間是明遠集團 一間是皇上皇集團 他們做得的確是 很熱烈地賣魚翅 那賣魚翅也不止 我們發現更大的問題 他們在賣一種叫做海虎翅 那海虎翅是什麼 大家心想 吃翅就吃翅 沙魚就沙魚 但其實沙魚都有分很多種 沙魚都有不同品種 等於養狗都有不同品種的狗 大家會明白 有些品種的沙魚 其實是比較頻厲的 可能去頻厲程度 我們就會看回 原來是跟熊貓 北極熊 這些是一樣的頻厲 所以我們就想 為什麼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你想一下 到現在在酒樓的菜單上 看到清蒸熊貓肉 或者是水煮北極熊 其實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但是偏偏現在在魚翅上 我們就真的在香港 活生生找到同樣的例子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酒樓買這些魚翅 其實是有問題的 也應該至少要告訴消費者 你們說海虎翅 其實就是 那麼頻厲的一種動物 但是我們真的 原來在香港 都還可以找到 這種翅的頻厲程度 和牠是不是名貴的程度 是掛鉤的 應該越少就 以海為貴 其實也不一定 其實也不一定 有些沙魚去的魚翅價值 不是太高 但是也是因為可能 其實沙魚從來不是因為 你特意去捉牠的 在捉魚的過程裏面 很多時候都是漁民 一次過捉 譬如捉吞拿魚 捉到一些沙魚上來 就割了牠 所以牠沒有一個選擇性 牠不能夠選擇到 我因為這條是海虎翅 特意去選擇去捉 其實就不是這樣 所以有些情況 也會是 有些很頻厲的沙魚 但是牠的魚翅價值比較低 但是只不過今次 我們看到有兩種翅 一種叫海虎翅 另外一種叫五陽翅 牠們都是一些很珍貴 很頻厲 要是接下來會頻厲到 要受國際貿易保護 要拿牌才可以入口 幾種情況 而我們看到譬如有哪些集團 我想雖然好像 可能有些人說 喜歡吃刺那些 就聽到突然間 眼睛發亮 這樣說 去這裏吃一下 但我想都要告訴市民 就是其實有 包括了利苑集團 利保閣 接著還有百樂門 總共有五個集團 他們還有賣海虎翅 包括剛才說過的明遠 我想這些集團 到底市民 如果不想吃東西 不小心吃錯了一些很珍貴的動物 其實就可以避免去這些集團的酒樓吃飯 剛才你說的 23個你們有調查的酒樓集團 23個都有賣 但市民來說 選一次可能都不會特別斟酌 是 我不知道 或者有些食家好食分 這個海虎翅還是五陽翅 其實應該在你們眼中 應該23個都一個等好 還是有不同 其實真的有不同 我們也有一個評分給23個集團 我們分了五級 做得比較好的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做得衰 賣了一些瓶禮 做得好的也有 包括了我們剛才 略略提過 不停說剔除了 菜單上面沒有魚翅 可能就是美心和醉腹樓集團 做得比較好的 他們包括了有些挺有趣的做法 譬如其中一個集團 會派一些宣傳品 在過年的時候派一些宣傳品 給一些新人 就說不如你試試考慮一下 不吃刺 他照賣的 他照賣的 他也繼續有賣 但他也叫人考慮一下 我們看到距離 當然我們都很期望 酒樓完全不賣刺 當然好 但在不賣刺之前 其實我們又看到有些酒樓 真的正在做一些 比較好的做法 促銷手法 其實酒樓也是促銷 做生意 即是去賣 去賣沙巴龍蛋 又是賣特價 為什麼一定要選刺 我們看到有些是會選擇 譬如沒有次的餐單 他會便宜一點給你 是同一個餐單 你不選一次他會便宜一點給你 同樣另外有些酒樓就是 你不選一次要收你貴一點 我們就會覺得 23間酒樓原來真的 在賣東西的方法上 很多不同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的評級 如果市民有興趣看 也可以上去我們Facebook 就可以看到 我們怎樣評級 這23間不同的集團 最早請來嘉賓 香港護沙會的項目 統籌古惠武 就說回他們的最近一個調查結果 大家對食刺這兩樣東西 怎樣看呢 你平時會不會都會有愛 還是你有另外的想法 可以打來談一下 172311 千禧年代9點之後 繼續會在香港電台第一台 我們稍後再談 電話是172311 172311 在香港電視北 並且有兩位 再喝去